我跟你分手了 但是你痛苦的同时我也痛苦 我当时不应该那么轻易地放弃你 我只是想跟你道个歉 我为了你 我婚都已经退了 我得罪了我的父母 我得罪了那个男人 这位疯狂向前男友求复合的女嘉宾名叫伊宁 她和男友小雷在大学里恋爱四年 但两人却没逃过毕业就分手的魔咒 只因刚毕业的伊宁看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 变向没房没车的男友 提出了分手 没成想四年后的男友出席了 摇身一变成为了她的顶头上司 于是她便立刻退婚 跑上了节目求复合 才刚上台呢 就向大家扮起了可怜 我们俩是在大学的时候在一起 刚刚毕业什么都没有 没房没车没存款 很多同事都是男朋友开车来接 然后每次回家都是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去 说白了就是嫌弃人家没房没车没存款 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再加上父母的反对 便更加坚定了他想要分手的想法 而男友小雷自然是拼命求和好 不管对方说了多少次分手 他都在努力挽留女友 还保证几年之后一定会给对方想要的生活 可惜天不遂人愿 伊宁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 因为在他眼里什么都比不上他那骄傲的虚荣心 说实话虚荣心这个东西人人都有 但什么样的生活质量不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吗 更何况年纪轻轻的就需要奋发向上 难不成大学才毕业就想躺平了吗 如果单纯因为男友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就分手 那他的爱情观也是够离谱的 但人家伊宁说了他不过是在未雨绸缪而已 哪个女生不想找个有钱的另一半呢 不管物质也好现实也罢都没啥大不了的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嘛 他最残忍的点是连个机会都没给人家 几年就不说了连一个月都没有刚毕业就分了手 对此伊宁也是很痛苦呀 说他对男友并不是没感情 只是被父母逼的没办法了 要我说还是不够爱 要真爱的话父母的反对算个啥 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让父母放心不就行了 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选择问题 有的人要物质有的人要感情 怕就怕有些人是鱼和熊掌都想要 相对于物质的选择物质就好了 相对于纯情的找纯情就好了 怕就怕又要物质又要纯情 这最难办了 我觉得他属于这种 其实追求完美也没啥不好 只不过是要多费点心思而已 然后咱图雷老师就好奇了 你这都分手四年了 咋现在才想着求复合呢 说到这儿伊宁就激动了 表示缘分来了没办法 前不久他突然发现男友小雷从穷小子变成了大总裁 而且还是他的顶头上司 那是有房有车有存款的 我们公司调来了一位新的部门经理 我真的没想到居然就是他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你说他现在什么都有了 他有了什么 有房吗 有 有车吗 有 他要是今天还什么都没有 你会来向他告白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都说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要是对方还是个傻也没有的穷小子 估计他都不会正眼瞧人家 这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谁能想到 自己抛弃的人 一下变成了完美男友 当然也是他父母眼中的完美女婿 哪怕他在这四年期间也没少相亲 甚至还和一位条件不错的男生订婚了 都没能打消他吃回头草的想法 毕竟人心不足舌吞向 拜金可不会轻易消失 当男友小雷华丽归来时 他当即就选择了退婚 别的不说 他这魄力可真是够厉害的 那是二话不说 直接为钱弃爱 我只能说佩服佩服 不过复合可不是上个节目就能成的 万一人家已经名花有主了呢 谁知是咱多虑了 人家一宁表示 这绝对不可能 因为小雷对他那是相当的好 就连送他回家傻的 都得等他开灯了之后才走 咱也不知道他这自信是搁哪儿学来的 毕竟人生三大错学之一 我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 问起前男友今天没来怎么办时 他也是把迷之自信贯彻到底了 表示小雷一定会来的 因为对方现在就是个单身狗 这该说的都说了 如此豪横 只能说祝他好运吧 好家伙 没有什么比正主插刀更伤人的了 瞅瞅小雷脸上的笑容 很难不怀疑 他是故意来报复人的 都手牵手上台了 显然是已经有主了 大家好 我叫小雷 这个是我的微温期 大家好 我叫小娜 这还真是一招制敌呀 瞧把一宁给伤心的 就差哭成个泪人了 好在图雷老师还是懂得怜香惜玉的 指责小雷 来就来呗 带女友干啥 难不成真是来炫耀自己过得有多好 然后这个新女友就发话了 说对方自找的 谁叫他总纠缠自己的男友 何者这是来宣誓主权的呗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没必要对人家这么狠吧 毕竟一宁先前并不知道 对方有女朋友了 图雷老师一语道破天机 说小雷是不是故意来报复的 虽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确实别有居心 但人家不承认咱也没办法 他说自己一开始其实并不想来的 后来想着 不来会让前女友失望 所以才打算给对方一个惊喜的 如果真的不来的话 我觉得上门打开了一个空荡荡的 我觉得他可能会很伤心吧 真的是笑不活了 这哪是惊喜啊 这不赤裸裸的惊吓吗 对于前女友所说的照顾 他也做出了解释 表示那无非就是上司对下属的关心 是对方误会了 而他也没有故意隐瞒恋情 他不止一次向一宁暗示过自己有女朋友 对方没接受到 又不能怪他 反正他这几番操作 算是把前女友伤得不轻 早至今日又何必当初 现在搁这装什么深情呀 人家没钱的时候不抛弃的挺洒脱吗 果然是风水轮流转 现在说什么都是徒劳 毕竟他对人家的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傻子才会回头吧 所以这告白自然是提前收场了 他这是装深情装上瘾了吧 既然这么爱人家 那前几年干嘛去了 至于等到人家功成名就的时候吗 不过惨是真的惨 但也没啥可同情的 毕竟金钱至上的爱情观 是他自己选择的 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 现在看来还真没错 谁知道那回头草有没有带毒呢 为了避免被报复 我们也不要吃回头草 人家成功我们祝福他 但不属于我们的 我们也不要 所有朋友们 回头需谨慎呀 当然最重要的是 末期少年穷 因为有句老话说得好 日落西山你不陪 东山再起你是谁 还是好好珍惜眼前人吧 末期少年穷 末期少年穷 末期少年穷